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债券这个在投资借记可靠又不受欢迎的选择 尽管全球债券市场的规模居然是股票市场的两倍 却只有少数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投入债券 是因为他们的运作方式太过复杂 还是因为投资者对于固定收益的渴望不够 我们将分析债券的投资风险 尤其是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和利率变动对于回报的影响 此外 我们将讨论中国股市在疫情后的复苏困难 及其对于投资者的深远影响 CreenShares的首席投资官将分享他对于中国政府自己措施的看法 并探讨这些措施如何影响科技行业的未来 最后 我们还会回顾新兴市场的投资潜力 探讨为何这些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未能超越发达市场 并考量未来的机会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的三个重要的投资主题 这些主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深远 首先 我们将讨论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 及其受欢迎程度 然后转向中国股市复苏的阻力 最后分析新兴市场股票的前景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公司债券这一投资选项 公司债券尽管被认为是金融市场中的稳定元素 但在普通投资者中并不十分受欢迎 根据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调查 只有6%的投资者持有债券 而60%的投资者持有股票 甚至有15%的投资者持有加密货币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在金融市场中 债券是一种较为保守的投资方式 其运作方式与股票不同 类似于定期存款 公司或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 而投资者则通过购买债券获得固定收益 例如一家公司发行价值1000万美元的两年期债券 年回报率为5% 一位投资者购买了价值10万美元的债券 那么每年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回报 直到债券到期时收回本金 尽管债券市场的规模庞大 达到令人惊叹的300万亿美金 但在普通投资者中却不受欢迎 主要原因之一是债券收益较低 与股市的高回报相比显得不具吸引力 此外债券市场的复杂性 也使普通投资者望而却步 然而债券确实为那些寻求稳定和确定性的投资者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退休人员而言 债券投资并非没有风险 公司债券的主要风险在于 在发行公司可能会违约 尤其是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的小公司 高风险公司发行的债券被称为垃圾债券 虽然回报高 但违约风险也大 利率风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澳大利亚的利率急剧上升 这对于债券投资者而言是个坏消息 因为当其他投资选项的利率更高时 债券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CNBC的报道 这篇报道探讨了中国股市复苏的阻力 CreenShares的首席投资官布兰登 爱亨指出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仍然缓慢 内地两大股指 截至2024年都成复值 爱亨认为 政府的刺激措施是激活中国股市的关键 特别是需要更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6月份的消费品零售额略有收缩 这表明中国家庭仍然不愿意像疫情前那样消费 中国的房地产业危机也对家庭资产负债表 造成了压力 消费者的支出缩减 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例如 PDD Holdings在公布财报后 股价暴跌 正是这种消费低迷的象征 爱亨强调 可能需要自上而下的经济复苏来 特别刺激中国的科技行业 他表示 政策的放大将是吸引投资者回到市场的关键 最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新兴市场股票的前景 这篇来自Financial Times的一件文章指出 自1995年以来 美股一直在全球市场中表现领先 而新兴市场股票则表现较差 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人均产出方面超越了发达国家 但这种增长并未转化为股票市场的优越表现 文章指出 新兴市场股票的低估值可能并不意味着高吸引力 投资者需要警惕将数量和价值等同起来的错误 虽然新兴市场的股票相对于发达市场股票有很大的折扣 但这并不一定会带来优越的股东回报 资本的流入增加了竞争 回报市中 许多公司的管理层更关心的是市场份额和个人报酬 而不是股东利益 总的来说 新兴市场股票的估值折扣可能会缩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持有者将会获得高回报 投资者应更多关注的是 这些市场相对于历史和其自身基本面的表现 而不是简单的从估值角度来判断其投资价值 节目快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深度解析了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 及其受欢迎程度 讨论了中国股市复苏的阻力 并分析了新兴市场股票的前景 这些话题不仅对投资者有重要意义 也反映了当前金融市场的一些趋势和挑战 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这些复杂的投资环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债券是一种固定收益投资工具 通常由企业或政府发行以筹集资金 投资者购买债券后 相当于借钱给发行者 并在约定的期限内 获取固定利息收益票息 以及在债券到期时收回本金 债券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安全且稳定的投资选择 特别适合那些寻求确定性和稳定收入流的投资者 如退休人员 公司的债券及公司债券是由企业发行的债券 通常用于扩展业务资本支出或偿还现有的债务 这些债券依照发行企业的信用评级和财务状况 有不同的风险和回报 风险较高的公司债券被称为垃圾债券 其违约风险较高但提供较高的收益率 全球债券市场的规模极为庞大 大约是全球股票市场的两倍 达到约300万亿美元 然而债券在普通投资者中并不如股票受欢迎 根据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的一项调查 只有6%的投资者持有债券 而60%的投资者持有股票 15%的投资者甚至持有加密货币 债券适合那些寻求稳定且确定回报的投资者 特别是在利率预计会下降的情况下 更为有利 利率下降时 现有固定利率的债券价值通常会上升 因为新发行的债券回报率较低 尽管债券被世卫金融市场中 较为稳定和安全的投资工具 它们仍然具有一定的风险 主要风险包括 企业无法在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 及债券违约风险 以及利率风险 及市场利率变动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例如 当市场利率上升时 现有债券的价值通常会下降 因为投资者可以购买到更高收益的新债券 此外 债券市场还存在流动性风险 即某些债券 可能较难在市场上找到买家或卖出 特别是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期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投资于债券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债券基金 或交易所交易基金 ATF 这些投资工具集合了多种债券 分散风险并提供专业的管理 总结来说 债券是一种稳定的固定收益投资工具 适合那些寻求确定性和低风险的投资者 尽管债券市场规模庞大 但相较于股票 其在普通投资者中的受欢迎程度较低 投资者在选择债券时 需要考虑到其信用风险 利率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以确保投资组合的平衡和安全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